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有很多华语圈的网友们留言 有关前例的setuping King Adam 被霸凌的消息是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登上热搜一位的这个消息 今天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标题为King Adam金矿的贴文 并附上了一张桌子的照片 而照片中能看到King Adam的名字 也能看到写着很多疯子、婊子、18女等的脏话 接着就有很多韩国媒体引用这个贴文来报道 这可能是King Adam高中同学拍的照片 如果这张照片是真的 King Adam有可能正在遭到语言霸凌或者是排挤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底下网友们的留言 这种人被霸凌也活该 他要自己感受一下被他霸凌的人的心情 才能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是因为不知道受害者的痛苦会产生多大的阴影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不道歉 所以说为什么要霸凌呢 这是不是想要引起同情心故意造假的 就好像自己是受害者一样 不是说霸凌过就可以被霸凌 现在再加上被退团感觉有点可怜 但是在这个消息登上热搜没多久 就由网友上传了这些照片后表示 这不是现在沟中 而是King Adam中学时候的照片 桌子上的脏话是 他们混混朋友们之间 在彼此的桌子上开玩笑写的内容而已 现在大部分的网友们都不相信 King Adam被霸凌的事情 所以想问一下 假设这张照片是真的 大家觉得是活该呢 还是不应该呢 下一个消息是 前几天在香港的一个演唱会舞台上 发生了大约600公斤重量的悬调影幕掉落 直接打在舞者身上的事故 而今天该舞者的病况 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这位舞者在事故之后 接受了两次的大手术 虽然目前生命没有危险 但还是插猴昏迷状态 而未来醒来后 也会有相当大的后影症 看影片的话 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真的希望能够康复起来 啊 真的很伤心 希望能发生奇迹 最起码能够过平凡的生活 舞者四肢麻痹的话 生命没有危险又有什么用 真的好伤心 一秒就一秒 慢一点移动的话 就不会出事了 这是可以事先预防的事故 所以感到更遗憾 已经都能预料的事情 耳装看不到的制作公司 真的会收到天前的 真的希望能发生奇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八年前的今天 Redmi出道 20秒之前的影片 都看起来很紧张 所以很可爱 我记得这一天 因为被艾琳的颜值吓到 开始收集了照片 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当时就觉得风格很特别 孩子们都长得很像 突然想到因为没能备受孩子们的名字 所以每天都说绿色很好看这样 然后在2015年Ice Cream Cake的时候 也离嫁入变成现在的五人体制了 恭喜Redmi的八周年 希望能长久带给我们好听的歌曲 我感觉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